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繼續分享一下 當兵的生活日常 分享當兵裡面發生一些神奇的事情 哈哈哈 我們這週回贏的時候 我們都在搶三寶 就是枕頭套 棉被套跟床單套 這三個東西 因為我們假日去混洗 就是大混洗 所以你可以能 原本很爛的東西 可能可以換到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就是去搶 然後有了像是拉鍊爛掉啊 然後有了像是有月經在上面啊 就是洗不掉 整個棉被是白色 然後上面像是有月經這樣一滴一滴的 看起來超噁心 那還好我是只有送洗棉被套的部分啊 我的枕頭套跟床單我都自己搞定 那別人送洗的真的是超衰 洗回來 變得超臭 就是可能比原本的還要髒之類的 這一天星期一早餐 直接給我們一個最難吃的廚餘早餐 就已經有人受不了 就是直接帶一整個禮拜份的早餐 像是什麼麵包啊之類的 就別人在吃廚餘 他在吃他自己的麵包 還不錯吧 我們早上呢又去掃廁所 那我們廁所呢 真的是超級超級臭 我們最新的掃廁所方法一間蓋 不是用掃把 也不是用拖把 也不是用什麼東西 也不是用馬桶刷 我們最新的掃廁所方法是拿方向劑 狂噴 我們班長就這樣打開一間就噴三下 打開另外一間就噴三下 變成用方向劑來掃廁所 午餐的時候更誇張 我們連飯都沒有了 就只有一點點 然後可能只有前面十幾個人有吃到飯 後面的人都沒有吃到飯 就真的是 菜已經夠少了 然後飯都沒有 我們真的是要把大家餓死 那麼這週三的執行其實都還蠻chill的 就是 大家都輕鬆愉快 我們就 沒有搞事情 然後他們也就是讓我們更自由 所以像是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再集合 就因為之前是要先 所有人集合 訂完名之後 我們再慢慢去排隊吃飯 那麼現在不用集合 就是直接吃飯時間到衝去食物前面 就開始等 開始排隊 就是 可能連食物都還沒有來 我們大家就已經都排好了 就是先搶先贏就對了 晚上的夜間課程也還蠻輕鬆的 就是看看一個戰爭片 然後我們大家都在滑手機 吹著冷氣 就輕輕鬆鬆的度過這一天 我們這一天早上吃了一個 210大卡的熱狗麵包 真的是超高熱量 就比我的泡麵還要高熱量 到底是怎麼樣 這一天有高官要來我們的連上 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幹什麼 可能就只是參觀 或者是來散步的之類的 那我們所有人 我們的牌 我們這個牌 所有人都被塞到一個超級小的房間 大概是5乘5的小房間裡面 裡面全部都是器材 然後倉庫 有點像倉庫的概念 所以就是通風不良好 然後就是 大家都坐在幾幾的一個小房間 5乘5的 5公尺乘5公尺的小房間 那裡面塞了20幾個人 還蠻嗨的 那我們就在裡面花了差不多兩個小時的手機吧 有感覺我們在躲高官的時候很像在防空演習 就是外面有東西來了 然後我們趕快全部躲到一個安全的空間裡面躲起來 真的是防空演習了 下午我被安排到一個超級爽的公差 其他的公差可能就是搬搬東西啊桌子椅子 大了櫃子之類的 那我們這個超爽公差是什麼 30秒就搞定了公差 一個像是帆布的東西 大概4個人一起搬吧 然後從一台車搬到另外一台車上 30秒搞定了公差 然後我們30秒搞定了公差之後 然後又是開心花手機的時間 所以這個公差真的是超級超級爽 這一天的晚餐 我有吃飽飽 因為有人根本就沒有去吃晚餐 所以分量可能稍微足夠一點 有人就已經放棄吃晚餐了 就直接回房間去吃泡麵 他們比較開心 因為晚餐就是 如果大家一起吃的話 就是分量真的是超級超級少 那如果 稍微有一些人不吃的話 就分量可能 你可以吃到兩份主餐之類的 這一天早上有人鬧鐘一直狂想 想了20分鐘 你就在那個5點多的時候 就開始想 然後就是大家 還有一個小時的睡覺時間 但是他就開始想了20分鐘 大家真的是 也沒有辦法 結果大家也懶得下床 所以就是讓他一直想20分鐘 就是要睡也沒睡好 然後鬧鐘一直想 那早上走出寝室的時候 超冷 就其實不是新竹很冷 是因為新竹的風很強 所以可能20度左右的時候 那個風一吹 你全身就變超冷 然後手腳變冷這樣 我們早上又去出了一個超爽公差 就是我們在那裡滑了手機兩個小時 在等什麼廠商 要把器材搬過來 但廠商不知道是怎麼樣 遲到還是怎麼樣 我們就在那裡滑兩個小時的手機 然後床上來了 我們搬了10分鐘的器材 又再又繼續 滑了 滑了多久 滑了一個小時的手機 所以我們早上滑了3個小時的手機 只做了10分鐘的公差 那我也不知道是天氣冷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中午在衝行動電源的時候 起床忘記拔起來 直接被班長沒收 然後 班長下午的時候問說 到底誰的行動電源沒有拔 然後我就 默默的舉手 然後我就被念了一下 然後他原本是說 星期五 才要還我行動電源 但因為我的行動電源是那個小米的 2000毫安時的那種大的行動電源 可能在他的內物櫃太麻煩了 所以晚上的時候他又看看我 然後就說 下次 記得把它拔起來 就是在上空的時間不要充電 但其實如果我是忘記拔起來 不是我要上空的時候充電啦 就希望之後都可以記得 不然我的行動電源可能就會被沒收到 退伍了 晚上又是一樣的問題 食物超少 然後我們重點是 我們食物已經夠少了 另外一個火力連在旁邊的另外一個連 還要派人過來跟我們搶食物 就變成火力連先來排隊 然後我們後面才排 所以變成他們已經把食物都已經快要幾乎撈空了 我們才開始吃飯 就我們排在火力連後面的意思 所以我們食物超少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打飯班 對他們這麼好 給他們這麼多食物 然後變成我們自己連上的人 都沒有食物吃 所以真的沒有吃飽 我就回房間泡泡歡樂的泡麵 那像是這樣天氣冷 然後在房間裡面吃泡麵 其實還蠻開心的 然後大家有人就是訂什麼八方雲集啊 還有人訂孫東寶牛排來迎上吃 就是帶孫東寶牛排回來 有一碗湯有飲料 然後有醬 然後一整 一坨的牛排這樣子 就反正應有盡有啊 你想要訂什麼東西 Foodpinta送得到了 我們都可以訂 所以你牛排都可以訂 所以你想要吃什麼 隨便你 就只是要課金啦 就是你要自己花錢 就贏上了食物 吃不飽 你還要自己課金 然後你只有十心八塊錢 真的是一個超級超級矛斷的東西 那夜間課程的時候 我們忽然有一個公裁非常緊急 就是要去掃活動中心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排就是猜拳 然後猜四五個人吧 那還好我們猜拳猜贏 就不用去掃地 在半夜去掃地真的是 感覺是還蠻差的 這一天12月1號是我們的對勤 反正就是他會邀請一些什麼國防部長啊 一些高官 然後一些已經退役的軍人 就是真的有打仗過的一些幾百歲的老伯伯回來 這一天的早餐就是一個人兩個麵包的早餐 就是大家分量都一樣不用搶還蠻棒的 但是麵包裡面加了超多什麼化學改良劑的東西 在麵包裡面就是你的成分 除了麵粉水蛋 然後後面還有一大堆一整排 五排的東西全部都是什麼化學改良劑啊 然後一些你看不懂的一些化學東西 然後重點是加了這麼多奇怪的東西 麵包還是超級難吃 我們早上的時候趕緊去掃一下落葉 但是我們這一天有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我們有吹落葉機 之前為什麼不拿出來的 一直叫我們掃 我們在那裡掃好幾個小時 終於把一半掃完了 那這吹落葉機呢 五分鐘這樣吹兩下 全部都乾淨了 那個整條路都超級乾淨 就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都不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用 因為這一天是對勤嘛 所以有一些對勤的公差 那我就被抓去 對勤的公差 那我負責的是對勤的廁所 就是有一間小廁所 然後那一間廁所是專門給長官高官使用的 所以就是隔個二十分鐘就去拖一下地 就是可能地板有那個洗手啊 滴在地上我們就去拖一下地 馬桶有漏水就去拖一下地之類的 垃圾有滿就是清一下垃圾這樣 內容是還滿輕鬆的 只是我們的休息地方真的是超級超級爛 又是一間倉庫 然後那間倉庫真的是超小 裡面堆滿的東西 連坐的地方都沒有 就是正常 坐下來的地方都沒有 因為你要這樣扭曲這樣子坐著 然後訊號又不好 滑手機也就是斷斷 就一下有訊號一下沒有訊號 就是一個超級爛的空間 就好像禁閉式的感覺 就是一個小小的空間 陰暗的燈管 然後訊號很不好的一個小地方 在讓你休息 因為看起來是還滿可憐的 我們就旁邊放了幾根掃把 一根拖把 一個垃圾桶 真的是超級 看起來是真的超淒涼 看起來超可憐 旁邊有那個在表演的人 就路過就看 你們需要椅子嗎 要不要來這邊休息 我們就不用我們習慣了 中午因為我們的火房沒有煮菜 那我們吃了外面買的便當 那我吃了兩個便當 還滿爽的 因為它訂了還滿多 就是份量超多的便當 所以我吃了兩個便當 然後飯都不吃 直接吃那些主菜之類 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做 就會後面有更多便當被丟掉 所以我就把飯犧牲掉 我們就吃主菜 還滿開心的 竟然中午有吃飽 下午是菊光課 就是看看影片的課程 那看完了 我才發現我有補修耶 就原本我可以睡覺睡到兩點 正常是1點20就要起床 那因為我早上去掃廁所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也沒有收到可以補修的訊息 反正我就認真地把菊光課看完了 然後我另外一個跟我一起掃廁所的夥伴 他睡到兩點了 朋友有人分享 就是前幾天 因為那個對親 那他們要看表演 然後吃餅乾 吃餐點之類的 那他們要準備一些餅乾 在餐廳準備餅乾 那那些餅乾呢 超級噁心 他們說看了你都不敢吃了 就是餅乾一個餐盤 就是那烤盤 上面有20幾隻蟑螂 在那裡跑來跑去 所以那些幾百歲的阿公跟那些高官 如果吃那些餅乾 就是那些蟑螂 20幾隻蟑螂 在那個餐盤這樣跑來跑去的 蟑螂餅乾 那我們下午在收場地的時候 那些高官跟阿公們 真的是算蠻沒水準的 就是滿地都是垃圾 然後回收也不分類 就亂七八糟 然後還有一些很浪費食物 就是整個餐盒整包 全部都在垃圾桶裡面 連開封都沒有開封 連吃一口都沒有吃一口 所有餐盒 全部都在垃圾桶裡面 那我們要再這樣慢慢分類 然後有些飲料杯也沒有倒 也沒有洗 裡面還有咖啡 有奶茶這樣子 然後全部都混在裡面 超級亂七八糟了 真的超級沒水準 晚上洗澡之前 我們又被派去掃廁所 洗衣間跟浴室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是 我們負責掃地區域沒錯 但是我們上一個 排之星 他接這一個區域 因為我們的區域掃地區域是輪流 就是打飯班 廁所 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資源回收 這三個是互相輪流 一個月輪一次 那變成我們 上一個排之星還蠻雷 還蠻菜的 就因為 因為很菜 所以就容易被別人欺負 所以他就是隨便的 就把那個 比較髒的環境收下來 就是認證通過 結果那個環境很髒亂 結果我們現在要交接給別人了 我們這個環境區域被 退回 被駁回 他不接 就叫我們把這些區域打掃乾淨 他才願意接 這個環境區域 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我們整個晚上就在那裡 刷地啊 然後把那個整個洗衣機搬出來 然後下面超髒 根本就是萬年都沒有清洗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刷地 然後用那個已經破掉的水管 在那裡亂噴 就 還蠻可憐的啦 這一天早餐的時候 有人被抓去清理一般垃圾 那聽到的內容其實還蠻噁心 還蠻慘的 他說 全部都是區 然後區是超多 然後抖一下會滿地都是區 然後要班長去把垃圾袋抓起來 滿手都是區 而且這是會爆漿 然後整隻手都是區 超噁心 聽起來就已經有夠噁心了 不知道現場到底他們怎麼撐過 然後地板全部都是區 用掃具一掃 也不是 因為一掃 滿地就是那個區的屍體 然後有那個液體這樣子 就這樣刷過去 超噁心 就是區整個到處都是 然後還爆漿 他們真的是 算 爆炸可憐的空差 早餐的時候又被派去 處理那些噁心的一般垃圾 那早餐的時候我搶了兩個包子吃 反正你們就是飢餓難眉 看到食物就是搶 有食物就是搶就對了 天氣冷又下雨 所以我們要穿超多東西 就是有一件T恤 然後迷彩服 然後一件外套 再加一件浴衣 所以整個超級悶 悶在裡面 整個烤紙包機的概念 這一天早上我們被派去做餐廳的桌椅公材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桌椅全部撤出去 然後把新的桌椅全部搬回來 所以我們整個餐廳桌椅全部都換新 那這一個帶我們過去做這個公材的班長 真的是還滿好的 然後就是給我們很多很多的休息之間 反正我們如果跟對了班長 那他可以讓你上天堂 讓你輕鬆 非常非常輕鬆 然後都不用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你如果跟錯班長 像是那些比較雷 比較菜鳥的班長 他就會一直叫你做事做事做事 真的是時間壓得緊緊 做完事馬上你又要再去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累很累 就很廢啊 就是因為你效率比較高 做完一件事 你馬上就要被派去做另外一件事 那比較好的班長就是你可能 做完應該做的事 他就讓你休息 就是你提早做完 提早休息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 比起那個 你做完的一件事 然後你又要再繼續做另外一件事 然後不做 他會一直念你念你念你 叫你效率高一點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因為前幾個禮拜 我們都在處理這個對親呢 活動中心的事情 就是油漆都是我們刷的啊 環境整潔 蜘蛛網啊 那些灰塵 窗溝全部都是我們清理的 所以連掌給我們兩個禮拜的 12 就是12點放假的部分 那就是還蠻開心的啦 12點可以回家 但是我們的那些班長啊 一些其他的幹部 都不知道在幹什麼 一直拖時間 就明明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還要去看一個 活動的展覽 看一大堆的死人遺照 到底要幹什麼 就莫名其妙 然後我們還要吃飯 吃飯 有人也在那裡慢慢吃 反正就一個拖一個 一個拖一個 我們就到12點半才出了營區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也很誇張 就是我們的迷彩服啊 外套 就要買那個畢章 中華民國 還有你的名字的部分 還有那個 對的 畢章 反正就有一些東西 配件需要你自己購買 來營區 就是剛進來的時候 原本是先說 我們都不用買 我們營 就是我們整個連 都會幫你們 就是提供你們這些配件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又改成說 喔這些東西 要你們自己去購買 好 那我們就去購買 然後配件都買齊了 然後後來又說 完全都不用買 所以我們就 我們這些買這些配件 都是智障是不是 一下改要 一下改不要 一下又改要 一下又改不要 就一直改來改去 我們戰策就很模糊 一下改要一下不要 然後上面也不知道 就是整個亂七八糟 一下要一下不要 戰策不明確 反正我們就順利回家 那回家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坐計程車 然後去到火車站 那我覺得這個阿姨 真的很超級會塞 他直接行李箱 排了三個座位 然後就是整台車 坐了14個人 包含司機14個人 超猛的 一台9人坐裡面 塞了14個人 這真的是 還蠻瞎趴的